感覺像一個真正的iPhone 鐵灰色機身三顆相機鏡頭幾乎把方形區填滿 距離iPhone 13系列上市還有五個月 不過外國的YouTuber卻透過特殊管道搶先拿到原型機 16.99mm tall vs 14.10 這就是整個設計上最大分別 但和前一代比一比機身厚度差異不大 而iPhone 13的瀏海卻變窄了 聽筒的位置也移到更上方 令果迷期待的還有這一支 圓湖邊框四眼鏡頭 手機能夠對折再對折 根據知名分析師郭明奇預測 iPhone的折叠機將在2023年推出 實際攤開後約有8寸大 由於成本高昂將採限量出貨 預估將生產150-200萬支 但對手三星的折叠機也提前曝光 Samsung confirms in the video that the Z Fold 3 will be the first foldable smartphone to have an under display camera technology 明明7月才亮相的Galaxy Z Fold 3 廣告截圖疑似被洩漏 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新手機可以折成筆電樣子 下半部還能做筆記 而且可能也會支援S-Pen 華為才剛推出新的折叠機 現在也傳出將要推出三款更平價的機款 看來隨著消息不斷釋出 這場手機戰火已經提前開打 東四安城新聞小組 柯黃明綜合報導 東四安城新聞小組 柯黃明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